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在世匆匆忙忙 每个人都在为了金钱所奔波 即便是圣人贤者也难以免俗 可人与人终究是有差别的 无论是在赚钱能力上还是在为人格局上 差异都十分的明显 于人而言 金钱可能是人们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亦有可能是束缚人的层层枷锁 是自由还是枷锁 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格局 取决于自己对金钱的态度 是天高海阔还是困居易于 都是自己的选择 更是格局的答案 生活中总是有人谈钱色变 生怕在别人的眼中把自己变成一个俗人 作家一捕声说 金钱可以是许多东西的外壳 却不是里面的果实 有的人迷失在金钱里 成为守财奴 有的人却能跳出金钱的限制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足 对待金钱的态度 往往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 一 只需光明磊落 无需遮掩躲苍 作家连月说 不谈钱的人永远不会成熟 在中国 说到钱字 很多人都羞于其耻 认为 谈钱伤感情 甚至谈钱色变 仿佛面对的是洪水猛兽 唯恐避之不及 事实上 很多时候谈钱反而是一种尊重的体现 曾广贤文里有一句话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只要是通过正当的途径所取得的 就不用觉得谈钱败人品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两个好朋友一起合伙开餐馆 其中一个家境富裕 因此多出钱负责找场地和宣传 另一个手头的资金不多 因而多出力 每天起早贪黑去买菜 在厨房一忙活就是一天 晚上很晚才休息 后来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渐渐的开始赚钱了 可进行分配的时候却出了问题 多出钱的觉得他应该站大头 多出力的自认为没什么底气 虽然没说什么 暗地里却都觉得自己亏了 用心程度也大不如前 餐馆生意变得惨淡 最后倒闭收场 如果一开始就将钱摊开来讲 彼此商量 做好约定 也许最后就有不一样的结局 哪怕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争论 也比憋在心里不说更好 如果已经侵犯到了自己的权益 更不用因为害怕别人说你斤斤计较 而不敢谈 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 谈不妥就谈到妥 钱可以坦坦荡荡地赚 不需要掩饰自己对金钱的追求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 和能收能放的胸怀 真心实意的付出和得到 才是实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二 拥有金钱而不受制于金钱 前段时间有一则这样的新闻 一位母亲才用金钱激励法来鼓励孩子 只要多做事就能得到金钱奖励 一开始孩子做事确实积极了不少 主动将家务活都承包了下来 可渐渐的母亲发现了不对劲 孩子列出了一张价位表 要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明码标价 以前让他帮忙拿快递 二话不说就去了 现在则要付给他三元钱 对此母亲后悔不已 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是没错的 但需要加以引导 而不是让他形成金钱至上的观念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家庭教育中 也存在于社会关系里 如果只用金钱来衡量一段关系 那么这段关系则与生意场上的交易并无差别 也许权势金钱能令人敬畏与羡慕 但真正的感情始终是以心唤心 讲究利益能使人精明 却不会让人真正的拥有智慧 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精明的人往往厚此薄彼 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而智慧的人会坚固双方的利益 达到双赢 蝶链品牌服饰的CEO崔万智 就是一个十分有格局的人 出生于安徽的崔万智 因期待绕紧 出生就患上了小儿麻痹 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是很好 崔万智的身价 靠的是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 无论身边的人财力如何 经济条件怎样 崔万智一直没有受别人的影响 摆地摊 开书店 弄网吧 搞网店 一步一步波澜起伏 崔万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坦然 他的人生几度起伏 不变的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也是他对于金钱的态度 作家傅雷在书中这样写道 既然生活在金钱的世界里 就不能不好好的控制金钱 拥有金钱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如果迷失在金钱里 就将成为金钱的奴隶 反而受他奴隐 3.爱财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世界上没有不爱财的人 但格局狭小的人 他们的事业里只能看到眼前的些许利益 为了自己的好处 他们可以牺牲一些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事情 甚至无所不有其极 而有大格局的人 他们虽然爱财却不会事前如命 在他们的心中 做人比有钱更加的重要 有一个癌症缠身的老水手 靠着收费品捡垃圾 资助了多名高校学生 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他叫做龚贵芳 被人们称为台州好人 因无意间看到报纸上的求学新闻 从此就义无反顾地 开始了自己的救助之路 矿泉水平一拉贯 他一步一步 即使病痛难忍 依旧选择坚持 实在无力的时候 还要对对方说声抱歉 他沉默寡言 却轻易如山 他的举动仅仅只围绕于废品 目标无非是为了钱财 格局却宽广如天 面对金钱 仍有千百种选择 取财的方式 用财的去住 都实实在在地 反映着一个人的格局 世人爱财 克钱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他最大的作用 就是在活着的时候 带给人们快乐 可生活中的许多人 却忘记了快乐的初衷 沉迷在赚钱的洪流中 迷失自我 春秋过季 岁月流逝 很多人可能会后悔 年轻时 为了几分利益 失去了自己的底线 也有很多人 一生光明磊落 理智爱财 用得其所 回首忘记 尽是坦然 四 用得其所 才是最大的财富 钱 重要吗 毫无疑问 生活在一个货币世界里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 也将寸步难行 作家罗伯特说 金钱不是罪恶 金钱 仅仅是金钱而已 最为关键的是 我们要正确地 对待金钱 在我看来 取之有道 用之有度 用得其所 是金钱最好的支配方式 有些事情 有能力实现 并实现了 我觉得不是付出 是对自己的嘉奖 是啊 金钱用得其所 不正是对自己的奖赏吗 金钱不是目的 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工具 可以是辛苦工作以后 到喜欢的餐馆 饱餐一顿 驱散一天的疲劳 可以是订几张车票 和家人去一次旅游 饱览沿途的风景 这种价值 取决于 你对世界和人生的把握 没有定论 却因恰如其分 有时候 听到有人开玩笑说 我穷得只剩钱了 笑过之后 是否也值得我们去反思 穷得只剩钱 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这样的人 常常被人戏称为 守财奴 真正让人发笑的 不是他们所拥有的金钱 而是他们对金钱的态度 像是金钱的奴隶 而不是主人 古人常说 安平乐道 并不是说 越穷 人品越高尚 也不是因为一无所有 而破罐子破摔 安平 是对待现状的正确态度 不因贫穷而自卑 即使暂时无法达到目标 也不会去做违反道义的事 格局越大 越光明磊落 对待金钱 能收能放 才是生活恰到好处 有一句话说 金钱用得其所 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在货币的世界里 没有钱 是一件尴尬的事情 但拥有金钱 却不代表拥有财富 拥有金钱 不意味着拥有快乐 用得其所 唯无价之宝 不得其所 则反受其类 西瓜与芝麻 孰轻孰众 对金钱的态度 如何拿捏 都藏在每个人 自己的心里 不要因小失大 反而失去了 自己的格局 反受其类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